哈囉大家好我是拉茲 希望你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idiBidi還有Discord 好在天天節優秤在臨微信官方 在4月27號晚上6點半的時候呢 公告了新神兵 呃... 其他五位的新神兵啦 然後最主要的特... 大家最想看的應該就是鷹無邪的部分 無邪這次終於出了齁 我們來一一看一下 那主要這次五個呢是方雲、鷹無邪、上光源 像黃子跟司徒鷹 好方雲的部分 那這個是竊影蛇中 看一下喔 回合開始的時候 七個內 有未滿血的敵方 可以獲得 我看一下喔 獲得迅捷 呃... 回合開始的時候 喔... 欸... 那PVP的時候 要看地圖啦 不一定 我看一下喔 喔... 我誤會了 一個回合開始應該都可以 都可以觸發到這個 迅捷惡的狀態 假設七個內有未滿 未滿血的敵方齁 那持續一回合 那... 合飛女性角色戰鬥的時候呢 戰鬥中傷害提高8到15%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 你看喔... 因為... 有本來就是... 有收割的能力嘛 就是... 他可以擊殺敵人之後 可以再行動 那假設他離敵人 殘血的敵人 欸...很近 喔... 很近 那... 可能就是六格的距離 可是方雲可能打不到 然後這時候有迅捷狀態 加上去 直接到他前面 直接輸出 喔... 打完... 打死一隻敵人 直接再行動 喔...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配置 我個人蠻滿意的 我自己是有練方雲的啦 所以我蠻... 蠻... 喜歡這樣的... 技能的搭配 欸... 技能的... 這是技能的那個... 方雲的... 方雲的技能 我在講什麼 我覺得這是... 這是不錯啦 我覺得方雲這個搭配的不錯 好...無邪的部分 天雙血腫齁 十來斜四 兩格內有女性角色的時候呢 兩個內喔 然後... 絕血的傷害提高8到15% 那自己的氣血大於等於90到50%的時候呢 遭受攻擊對戰前時敵方一個友誼狀態 轉化為隨機友誼狀態齁 這是異形的效果嘛 然後... 如果受到近戰攻擊的時候呢 則多轉化一個友誼狀態 哇靠 我覺得還... OK啦 還OK 反正... 兩個內女性本來就搭配正法了 所以...基本上都跟著會比較好 然後... 絕血的傷害提高8% 還不錯... 還不錯 而且還有就是把敵人的友誼狀態變成debuff齁 把敵人的buff變debuff 然後... 近戰的話... 就是再多... 多加一個debuff的對方齁 然後... 這策劃說什麼... 對啊... 開啟層面技能後... 絕血的傷害提升齁 然後... 輸出... 受擊的時候可以讓敵方的友誼狀態變成... debuff的狀態齁 還不錯啦...還不錯 好... 紫電 好... 上光遠的技能齁 好... 鳴槍... 測... 鳴槍測日... 梅磊技主動移動... 九到六格... 可以獲得一個衝鋒狀態... 持續兩回合... 那... 攜帶兩層衝鋒的時候呢... 則自身獲得5到25%的氣血喔... 行動結束的時候... 兩個內如果有... 四或三名的友方... 對範圍內... 其他友方施加幾億跟神戶二... 喔... 玩笑... 範圍內所有友方喔... 範圍內所有友方... 等一下... 然後... 並對自身... 喔... 自己可以施加幾億跟神戶二的狀態... 欸... 還不錯耶... 又可以坦... 然後又可以幫人家... 幫隊友施加幾億跟神戶... 加攻擊又加防禦... OK... 這邊策劃... 策劃說是什麼... 軟機後有不錯的輸出跟生存能力... 那... 接觸生病之後呢... 可以根據移動距離... 在前期就可以獲得... 衝鋒的效果... 那... 還有後期的續航能力... 然後在隊友附近之中呢... 可以發揮禁軍統領的能力... 強化... 友方齁... 並... 強化自身跟鼓舞... 鼓舞友方... 欸...其實我覺得他後面這個技能不錯... 他說... 嗯... 我覺得還不錯... 好... 象環子的話... 自得閃先... 主動使用絕... 主動使用絕學... 傷害可以提高6到15%... 主動攻擊偷學目標一個... 隨機友誼狀態... 再... 將自身最多一個... 或兩個... 複製三格內... 物攻... 法攻最高一名友方... OK...完全不想練了... 回家會不會太敷衍... 好...司徒英... 劍善關天... 兩個內友友方的時候呢... 法攻提高6到15%... 那回合開始的時候... 對兩個內... 所有攜帶閻凱狀態的... 友方施加御魔跟御合... 閻凱...OK... 好... 也還好... 就是... 增加法攻嘛... 那... 你會練司徒英嗎? 我就問... 便宜他更好進行輸... 治療跟輸出... 然後... 周圍有閻凱的隊友... 可以增加模仿... 這就不錯啦... 就是... 也不是不錯... 這是可以啦... 那當然... 優先是練無邪... 三觀元... 如果是我的話啦... 我會先練無邪... 方雲再三觀元... 因為我三觀元... 還沒有練到滿... 對... 那... 我最近在培養的是方雲啦... 所以我的順序就是... 無邪、方雲跟三觀元... 對... 無邪已經擺第一練了啦... 這不用多說... 好... 那今天這次的神兵的介紹就到這裡啦... 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和我討論... 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 IG、FB、Twitch、Bilibili...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